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满欢声笑语 人生中总会有些困难 有些痛苦 需要自己去承受 去担当 人生中有很多的事情 曾经疑惑过 会有一些人一直难以忘怀 人就是要在精力失去之后 才能感受到伤痛 才能学会长大 慢慢变得坚强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人生是一种责任 既然活着 就应担起生存的职责 不是因为执着 而是因为值得 人生的路 深一角 浅一角 悲伤在路上 希望也在路上 疲惫在路上 欢喜也在路上 没有谁的一生 阳光朗月 永相随 没有谁的一生 欢声笑语 永相伴 总有一些困难 一些痛苦 需要我们去经受 去承担 人生是一种责任 既然活着 就应担起生存的职责 不是因为执着 而是因为值得 人生的路 深一角 浅一角 悲伤在路上 希望也在路上 疲惫在路上 欢喜也在路上 没有谁的一生 阳光朗月 永相随 没有谁的一生 欢声笑语 永相伴 总有一些困难 一些痛苦 需要我们去经受 去承担 人生如何 苦是转弯 人生如业 苦是漂泊 人生如戏 苦是相遇 思量和抉择 得道和失去 要拿得起 要放得下 平和的心态 平淡的活法 才是让心情走向绿洲的法宝 也许你的生活并不富裕 也许你的工作不够好 也许你正处在困境中 也许你悲情所欺 不论什么原因 一定要让自己面带微笑 从容自若地去面对生活 人生如和 苦是转弯 人生如业 苦是漂泊 人生如戏 苦是相遇 思量和抉择 得道和失去 要拿得起 要放得下 平和的心态 平淡的活法 才是让心情走向绿洲的法宝 也许你的生活并不富裕 也许你的工作不够好 也许你正处在困境中 也许你悲情所欺 不论什么原因 一定要让自己面带微笑 从容自若地去面对生活 只要你自己真正撑起来了 别人无论如何 是压不垮你的 内心的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笑容 优雅 自信 是最大的精神财富 拥有了它们 你就拥有了全部 工作的压力 生活的琐碎 总给人一种 应接不暇的感觉 总想择一处清静 躲在无人打扰的角落里 与世隔绝 不过只是想想而已 该面对的还得面对 该扛起的时候 就要扛起 没有谁脚下的路 一生平坦到头 没有谁胸中的心 一生纯粹到底 没有谁头顶的天 一生永远蔚蓝 无论如何 都要活得优雅一些 活得快乐些 人生活法千万种 选一种适合的姿态 让自己活得轻松愉快 人生不是都称心 生活不是都如意 想留的留不住 想要的得不到 想躲的躲不开 想放的放不下 人生的许多无奈 需要以平和的心态 正确对待 才能从困惑中挣脱出来 既然岁月 给了我们生活的过程 命运给了我们生存的机遇 就要懂得去珍惜 学会用家法的方式 去爱人 用减法的方式 去怨恨 用惩罚的方式 去感恩 我们不是智者 悟不透全部人生哲学 我们不是缠者 不可能 释然尘世一切 唯一能做的 就是踏着生活的琐碎 矢剪着快乐的碎屑 踩着人生的烦恼 遇了未来的美好 生命太短 岁月太长 活着并快乐着 才是幸福所向 无论如何 都要活得优雅一些 活得快乐一些 人生活法千万种 选一种适合的姿态 让自己活得 轻松愉快 人生不是都称心 生活不是都如意 想留的 留不住 想要的 得不到 想躲的 躲不开 想放的 放不下 人生的许多无奈 需要以平和的心态 正确对待 才能从困惑中 挣脱出来 既然岁月 给了我们生活的过程 命运给了我们 生存的机遇 就要懂得去珍惜 学会用加法的方式 去爱人 用减法的方式 去怨恨 用惩罚的方式 去感恩 我们不是智者 悟不透全部的人生哲学 我们不是缠者 不可能 释然尘世一切 唯一能做的 就是踏着生活的琐碎 实践快乐的碎线 踩着人生的烦恼 预览未来的美好 生命太短 岁月太长 活着并快乐着 才是幸福所向 人活着 是一种情怀 是一种姿态 要的是轻松愉快 些人 些事 改变不了 就学会妥协 纠结难受 就试着释怀 看不习惯 就学着忍耐 无法想象 就试着理解 如此 才能多些开怀 肯低头 才不会撞门框 肯承受 才会有坚强 肯努力 才可能有成就 肯放下 才可能有快乐 抬头做人 低头做事 以成对朋友 用命 笑父母 关于人生细节 尽心随缘就好 至于生活琐碎 顺其自然就罢 人生必无可避 退无可退 只有经受住挫折 才不至于活得太难 只有承受住改变 才不至于压力太大 优雅的人生 是一颗平静的心 一个平和的心态 一种平淡的活法 风景是相同的 看风景的心情 永不重复 想得越多 顾虑就越多 怕得越多 困难就越多 少为琐事生别扭 不要有太多的追逐 也别在利益里 长久搏杀与纠缠 你无论挣下多少钱 赢得多少名声 如果没有一颗淡然的心 最后还是得不到满足 外在不尽的风光 都是面子 最重要的 还是理子 心灵轻松 胜过黄金万两 心底坦荡 抵过一声辉煌 人生的道路 不会永远平坦 追求成功 长大 生存的奔波 让我们身心疲惫 跋涉 伤心 离别 孤独的煎熬 让我们身泪辛苦 纷扰是非 虚伪无助的牵绊 让我们烦恼徒增 无论是谁 都选择不了命运 但是我们活着 肩上都有一份责任 必须去承担 生活不会都如意 人生不是都顺心 那些争不来的梦想 那些看不见的希望 那些放不下的彷徨 不如都放逐心灵的河床 飘向远方 每个人都有眷累的时候 累了就停一停 给时间一点时间 让过去的过去 眷了就缓一缓 给期望一个期望 让开始的重新开始 人活着是一种责任 不必太美 只要有人深爱 不必太富 只要过得幸福 不必太强 只要活得有尊严 责任是对自己 对家庭 对社会的一种态度 人生每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责任 对自己负责 是独善其身 对家庭负责 是相亲相爱 对社会负责 是胸怀天下 大富大贵也好 平平凡凡也好 做好自己 挺起腰杆 扛起责任 这样才能养不亏天 富不亏地 兴起一生一世 换取岁月静好 如若岁月静好 人亦微笑 心亦不老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